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李芳瑜 是的 我想很多女生呢 應該都有參加過 晚上Party的經驗對不對 你會發現呢 其實如果頂著呢 上班樁的去Party 會不會有一點怪呢 所以你會發現呢 所以呢Party妝其實是跟日間的妝呢 有很大的差別喔 不過其實只要注意一些小技巧 你就會發現呢彩妝的魔力了 好的一樣呢在節目的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把時間交給徐巧如老師了 他要來告訴我們 檢定小學堂裡面有哪些重點呢 檢定小學堂 頂級美容技術式的 術科檢定須知 工具介紹 刷具 今天檢定小學堂小單元 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有關於我們化妝所需要使用的 一個刷具類的一個介紹 那首先你可以看一下 我手上已經有拿了好幾款的一個刷具 我們一一幫你做一個介紹 然後首先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眼影刷的部分 那你發現我們有大支跟小支的 有中刷大刷等等的 那大刷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針對我們的可能說 像眼影上面的暈染 然後小刷部分來講 我們可以加強在我們的一個重點式的一個加強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 畫眉毛所使用的一個刷具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它有一個螺旋狀的 然後也有斜角的 然後以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很像牙刷式的 這個都是我們的一個 在畫眉毛所使用的一個刷具 不同的刷頭可以使用不同的一個方法 來做一個操作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腮紅刷 當然是要加強我們的臉部的一個氣色 所適合的一個刷具的部分 好這個比較特別就是我們的一個斜角刷 我們稍微看一下 你發現它是有一個斜角部分 它可以針對我們的整個臉型的部分 來做一個修飾的一個效果 然後最後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唇刷 那唇刷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加強我們的一個 唇色的部分一個立體度 所以我們可以讓我們的唇高 可以完全的一個做一個上色 然後上在我們的嘴唇的地方 然後以上就是我們 所介紹的一個刷具類的部分 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你們可以在考試當中來講的話 你們可以試自己的一個喜好 以及預算的一個考量 可以選擇一套適合自己的一個刷具 更可以讓你在考試當中 更可以得心應手 安全衛生在美容頂級的考試當中 可以說是很重要的一環 裡面有包括到的是化妝品的辨識 洗手還有手部消毒 以及消毒的方法等等的 所以說在考試的時候 在這個環節 你一定要拿到60分以上 才算及格喔 好的 接下來要進到的是 衛生技能操作裡頭的 洗手還有手部消毒 我們先來看看需要哪些工具 衛生技能 洗手操作器具表 酒精罐四組 洗手乳 乾紙巾 洗手台 原子筆 考試試卷 衛生技能 洗手操作 示範教學 在美容頁當中 服務人員 必須時常保持手部的清潔與乾淨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服務客人的時候 這樣才能確保客人的安全以及衛生 因此小小一個洗手的動作 其實也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是不是啊 徐老師 是 怎麼說呢 其實你會在我們的整個過程當中來講話 其實你發我們的衛生以及安全的部分來講話 其實這是我們需要顧及到的 這也是為了我們的一個顧客上面的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保護的一個層面 是 所以只要是你的手 不論是保養的部分 或者是彩霜的部分 只要手有碰到客人的臉 其實手部的清潔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 好的 那接下來這個階段就是關於衛生技能的操作了 請老師呢 教給我們一下 好的 來 首先我們今天的話 我們是要填寫我們的一個洗手跟手部消毒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試卷的一個部分 是 那我們可以從中間 我們考試當天來講的話 我們會有發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一個試用卷的部分 是 那裡面的話 其中的話會有總共有五大項 三項的話是用書面作答的一個方式 兩項的話是用操作的 對 是首先我們可以看一下 書面作答部分來講的第一項 我們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寫出 維護我們的顧客 然後我們在營業場所的時候 洗手的時機是在違和 什麼時候可以洗手呢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答案的部分 第一項的話是工作前後 是 就是需要我們進行我們的一個 洗手的一個動作 然後第二項就是打掃後 打掃後 對 所謂工作前後的意思就是 比如說要幫客人開始保養護理 護理前 對 以及護理完了護理後 是這個意思嗎 是的 好的 好 那再來是第三項 為維護顧客的一個部分 我們寫出說在營業場所 手部合時要做消毒 對 什麼時候呢 所以答案很簡單 就是接觸顧客皮膚之前後 都需要做這樣消毒的一個動作 是 難怪老師呢 每次就是在化妝前 都會開始雙手消毒 是不是 然後如果化完妝之後呢 雙手也要再消毒 接觸完之後是不是 好的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我們第四項 我們勾出一項正確的一個 手部消毒試劑的一個名稱 以及濃度 所以我們很清楚 我們就看出 我們是用75%的酒精濃度 來進行我們的手部消毒的部分 對 所以指的是手部消毒呢 其實指 只適合用這一個溶液 這一個液體是不是 對 我們用75%的酒精濃度 來做一個手部的消毒 好的 最方便的一個方式 好 那實際操作給我們看 剛剛有說 連洗手都是一門大學問 對 怎麼做呢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做一個 洗手上面的一個操作 是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先 打開水龍頭 打開水龍頭 我們先淋濕雙手 淋濕雙手 按壓我們的洗手乳 洗手乳 按壓它的量呢 到 要很多嗎老師 呃 其實還好適中就可以 是 這個 喔 還有很多耶 對 它有點卡住 有了 有了 好 適中就可以了 你先洗手心 手心 然後手背 到指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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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背 到指縫 手背 到指縫 然後做拉手 洗我們的指尖 喔 兩個指尖也要這樣交互的拉 對 然後治手腕 手腕 好 我們把手上的魚泡 清洗我們的水龍頭 喔 水龍頭也要清洗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還會再碰觸到我們的水龍頭 喔 對 你打開的時候 你手就又碰到了 是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開啟水龍頭 清洗我們的雙手 好 手心 手背 是 指縫 手心 手背 指縫 老師我們在考試現場的時候呢 尖 指尖 是手腕 手腕 在現場的時候呢 水量呢 可不可以開大一點 或者是水量有沒有規定 呃 可以我們開適中就好了 是 要不然你會把它漸到整個 我們可能外面的地方都是 會被扣分 會 然後這個時候比較重要 我們要捧水洗水龍頭 喔 對 因為水龍頭 剛才我們有用這個 泡沫來去清洗它對不對 對 我們先做一個清洗 好 好 這時候我們就要關起我們水龍頭 是 好 我們洗完之後 是 我們這時候我們就要拿我們的一個 紙巾 好 擦拭我們的雙手 喔 把它擦乾是不是 對 擦乾就好了 擦乾 不要甩手喔 才不會這樣子的水花 見個四季都是的 是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來 好了之後就是完成我們的一個 洗手的動作 是 我們平常洗手呢 感覺上好像呢 就是覺得手有打濕 有泡沫 有搓揉就好 沒想到 還有一道一道程序 記得喔 水龍頭也要洗喔 然後也要沖洗乾淨 因為你會用你的雙手碰到水龍頭嘛 好的 那洗手這個步驟呢 完成了 我們現在要進行到下一個階段 衛生技能 手部消毒操作 示範教學 洗完手了 現在就請老師幫我們示範 手部消毒的操作囉 好的 我們上面有看到 我們有四種的一個不同的一個容易 是 所以我們今天會選擇一個正確的 就是75%的一個酒精容易來進行手部消毒 老師 所以我們在考試現場呢 也是這四種會不會放在桌上 是 你要選擇對的那一種 對 是的 好 首先我們會拿取我們的鑷子 我們會打開蓋子 蓋口要記得要朝上 朝上 老師可以再講一次蓋口朝上的原因嗎 不可以這樣蓋 對 要這樣 為什麼呢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會發現說 可能說我們會有一些細菌啦 然後可能這樣子的話 會汙染我們整個蓋子的一個面子 然後你又蓋回去 然後裡面的東西全部都被汙染了 對 是 好的 好 我們取出我們的棉球 也是75%的酒精棉球 對 好 我們可以取出2到3顆都可以 是 然後把鑷子以及我們的蓋子要放好 是的 然後首先我們會先進行我們的 好 我們熟悉的 好 我們熟悉的 手心 手心 看清楚囉 手背 手背 指縫到指尖 指縫到指尖 到手腕 手腕 好 這是我們換另外一手 一樣 手心 手心 手背 手背 指縫到指尖 指縫到指尖 到手腕 手腕 完成我們的 這個 手部消毒的動作 是 好簡單喔 但是你看做完之後呢 還記得嗎 剛才那份試指上頭 什麼時候要做消毒 考你了 對 就是呢 你的手碰觸到客人 前和後 都要像老師剛才一樣做手部的消毒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晚宴妝的部分 那包括考試的四種妝容 以及全數介紹完畢了 不知道你學會了沒有呢 其實四種妝容啊 裡頭呢 你只要注意它的整體的單位 搭配性還有小技巧 相信這一關你一定可以過關了 如果還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們 要跟大家報告一下喔 你可以上新北市勞工局的 新北市一直往上網收看 那再一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謝謝大家 我們頻道 感谢观看